您還需要一點時間了解 謝謝 那但是您之前在交通部 台北市的捷運局 台北市的交通局 您的整個履歷非常的完整 不敢當 所以我相信您對於很多業務上面的事情 事實上已經相當的熟悉 不敢當 那我今天主要是可能從我 自己在選區裡面 我們居民 他們所面臨很實際上面的交通問題 有幾個事情跟部長交換一下意見 第一個是 當初在討論到捷運 從台北市延伸到新北 汐止或者是到基隆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看早期的 之前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其中一個是把板南線做延伸 那另外一個是所謂 台鐵第三軌的捷運化 那後來在馬總統的愛台12項建設當中 所謂台鐵捷運化的標語 也打得很響 那我上禮拜事實上已經在財政委員會的時候 針對這個問題有跟台鐵這邊的交換過一些意見 那我們在2013年通車 那從南港那一段到八獨那一段 大概耗費了20幾億的經費 那完成了所謂台鐵的第三軌的工程 那當初我在看計畫的內容啊 他是希望增加班次增加運量 然後能夠增加準點率 那朝向從台鐵變成捷運化的方向去邁進 但是我到目前為止所收集到的資料啊 是整個從台鐵捷運 從第三軌完成到現在啊 只增加了20個班次 那不曉得就這個部分台鐵有進一步的評估說 當初所提出的計畫太過樂觀 根本沒有辦法落實 還是說這個計畫本身還是可以達到目標的 只是現在具體上面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我請周局長跟您說明好嗎 委員好 這個部分應該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我們對號列車的成長速度是很快 尤其是花東電氣化之後它的班次增加了 所以它的這個路線的容量是overlap 就是同一個區段 這個我完全了解 是 那第二個 但是我現在可能還是focus在的是說 當初從南港到汐止到基隆這一段 那沒有把阪南線繼續做延伸 當初其中給居民啊 一個政策上面的回應是說 我們台鐵要捷運化了 要增加第三軌了 那剛剛您講的對號列車的部分 主要是在處理花東的部分 那邊觀光客旅遊他們的需求 跟我現在在講的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對 但是它是同一個路廊 同一個路廊 那第二個我要特別用這個機會跟委員報告一下 當時有一個比較理想的情況 就是說這一條的路線是純粹 增加這第三軌的部分 純粹是給基隆 那讓出現有的兩條軌道是給東部 那事實上因為當初在徵收用地的時候確實有困難 因此它的增加了第三軌 它沒辦法再單側全部一條線 而是它想彎繞的情況 你到五堵的時候又換了 對對對 所以這個路線沒辦法連續持續 而是必須要透過這樣轉車 然後包括車站的部分 事實上沒有預留兩塊兩萬 所以當初的規劃是有一個理想 沒有錯 但是這個理想從你後來執行上面的現實 現在的評估是沒有辦法達成嗎 我這樣說對嗎 應該是有一些條件啦 也就是說如果說 我們有一個假設的一個情境 也就是說如果七堵把它當作一個hub的話 那麼事實上在東部幹線這些容量 也就是從七堵到台北這個容量 它的headway 班次數就可以增加很多次 對不起 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就羨慕放到下一個主題 不過再請局長留步 因為等一下下一個問題 跟你還是有一些關係 去放 聲音沒有出來是不是 看到 沒有關係這個袋子喔 沒有聲音啦 我就先跳過去啦 我今天要跟部長報告的一個問題是 這個事情我們可能接下來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要共同的努力 我基本上面的立場是 交通建設牽涉到我們一般的人民 他們最基本生活上工作上面的需求 我們不應該分中央地方政府 不應該分黨派 大家必須要共同來努力 但是讓所有的戲子人 非常挫折的事情是 過去要改善戲子的交通 有兩個思考的方向 一個是軌道運輸 一個是公路運輸 剛才我已經呈現出來說 台鐵的捷運化 事實上沒有辦法達到 當初所謂捷運化 那樣子的一個理想 那戲子民生縣呢 現在雖然在2014年選舉以前 朱立倫市長有去辦動工 但是現實上發現那個動工是假的動工 就民生戲子縣到現在行政院那邊 也還沒核定 公路運輸的部分 現在戲子對台北市只有兩個聯外道路 一個是大同路過去的橋樑 另外是康寧路那邊 所以上下班的時間 那邊塞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如果部長哪一天有空的話 我一大早開車去接您上班 帶您去戲子那邊繞一繞 你大概就了解那個問題的嚴重性 這些計畫過去八年 全部都討論過 全部都談過 但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計畫 有付諸實現 沒有一個計畫 能夠現實的解決現在戲子 所面臨交通的問題 我上個禮拜 我特別去找了柯文哲市長 跟柯市長說 這件事情我希望柯市長能夠 跟新北市政府 跟中央政府這邊共同合作 我們來解決戲子 南港 內湖 這邊的交通問題 因為這邊已經實際上面 是一個生活圈了 柯市長給我一個很明確的承諾說 他會馬上跟交通局的人講 請他們成立一個小組 跟新北市這邊的小組 還有跟中央這邊的 大家共同來合作討論 如果軌道運輸 我們需要比較長程的規劃的話 最起碼就公路運輸的部分 可以馬上的解決 所以我想現在先直接 是不是可以麻煩部長 可以給我一個明確的承諾 或者是態度就是說 針對這件事情 中央一定會跟台北市 新北市政府 我們大家攜手合作 把這些問題給解決好不好 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一定派人參與那個小組 好 謝謝 不好意思主席 再最後一分鐘就好了 因為這個事情 我上個禮拜 談了 問台鐵的人 結果沒有辦法得到任何承諾 今天部長所提的報告 說要檢討交通事故的傷亡 我看了其實非常的開心 就是這種從人民的角度上去看問題 我非常的肯定 那現在現實上面 這個是從瑞芳那邊的台62線下來 接瑞芳路的部分 這是2015年5月的新聞 由於台鐵出來的這個花台 擋了路 所以本來變成兩線道 突然縮減成一個線道 導致在這個地方不斷的發生車禍 這是2015年5月的時候的新聞 結果過了一年以後 2016年3月 又再度登上媒體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已經發生過非常多次的車禍 現在重點的癥結 這個都是我所拍到車禍的現場 那重點的癥結 是我發文去給台鐵的時候 台鐵跟我說他們非常樂於 把那個地 花台的地給空出來 那現在重點是 花台誰要拆 拆了以後的那個擋土牆 誰要蓋 台鐵認為是新北市政府要蓋 新北市政府認為是台鐵要蓋 所以現在變成的是 中央單位跟地方的單位 兩邊在互踢皮球 可是對居民的角度來看是 這個問題要被解決 那從我剛剛所秀的那個slide 部長您也發現了 可以知道說過去這一年多 這個問題 因為誰要出錢的問題 卡在這邊 沒有辦法解決 我上次請教台鐵的 台鐵人還是跟我說 他們還是認為新北市政府要出錢 那我進一步的問是說 如果中央政府 進一步跟新北市政府交換意見 新北市政府還是不願意出錢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為了當地居民的安全 為了他們的生命 台鐵這邊能夠承擔一下 把這個花台拆掉 把這個擋土牆給蓋起來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台鐵是一個營業基金 大概我們在執行上來講有點困難 不過我今天在質詢 我想質詢台上我也承諾了 我想我會來跟新北市政府親自來溝通 好不好 你們溝通怎麼樣告訴我 我共同參與 因為我不希望說中央地方政府 互相踢皮球 這已經隔了一年多的時間了 好的 OK 謝謝 謝謝 部長你看上上下在很累 乾脆一直站在那邊不要下來就好 好 接下來我們請劉兆豪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又請賀成部長 還有我們鐵路局州局長 謝謝 請賀成部長還有鐵路局局長 劉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我想今天是您上任的第四天 那我想以其說是要質詢 倒不是說是對未來期待 因為你四天 謝謝您 四天也坦白講也很難出 要求你四天內要做出什麼事情 不過我想這是個期待是 因為我們看您上任的時候 幾個重大的政策的宣佈 特別說你希望能夠 能夠要求部裡面的同仁 能夠來解決我們東部地區 火車一票難求的問題 我們現在部長能夠 體驗到這個問題的 這種嚴重性 我想這個問題在這裡我想 我們首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